十架C17霸气百拍 运输机全家福高调曝光 印度肌肉到底秀给谁看 放弃1276采购C17 印度抛弃俄罗斯 转而充当美国马前卒到底有何目的 一面称美印关系一片光明 一面大肆抬高要价 美国亚洲战略是否真的需要印度 印度的战略领标跟美国的战略领标最充的 C130与C17高低搭配 印度打造战略空军究竟见识何方 东南军情即将为您播出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实时动向 用最平民视角解码最具话题性的军事迷云 大家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近日印度空军在媒体上晒出了一组霸气十足的照片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就是这张整整十架C17环球霸王三型战略运输机 齐聚一堂 相当有气势 同时还有机组成员和飞机的一些合影 他们的表情看起来是十分的喜悦 据了解 印度是在2011年向美国购买了十架C17运输机 目前是终于全部到货了 为了庆祝 印度空军便拍摄了这组全家库照片 C17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生产的一款大型运输机 可以执行战略运输任务 据了解 他可以轻松的装下一辆重型坦克 并且在一天之内投送一个师的病例 目前只有美国还有他最好的盟友才能够得到装备 这次C17的大规模到来 是否将彻底改变印度的空军战略实力 而印度如此高调的晒出这样一组全家库 又难道只是为了庆祝而已吗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军事专家陈虎杜文龙 来为你军情大揭秘 2015年4月13日 印度空军曝光了一组飞行员 与10架C17环球霸王3战略运输机全家福的照片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空军于2011年从美国采购了10架C17运输机 首架机于2013年6月正式交付 随后以每年5架的速度持续交货 到目前10架C17已经全部交付完毕 为了庆祝 印度空军便将这10架C17集中一起 摆拍了一组全家福 C17环球霸王3战略运输机 是美国卖道公司为美军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输机 能够满足美军一战式运输的需求 它的货舱能够并排放下三辆吉普车 可以一次性空投50吨的物资 一天可以运载一个师的兵力 据印度媒体称 由于印度军力投射能力一直发展十分缓慢 导致其边境地区在实施建设时 经常出现物资供应不足等问题 工程建设进度缓慢 此外 有印度相关军事专家称 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迅速 印度军方此次大规模采购C17军用运输机 不排除有与中国抗衡的意思 除此之外 C17运输机还将为印度陆军正在筹建的山地打击军 提供助力 提高印军的地面进攻实力 好的 今天在演播室请到两位军事专家 那边是陈虎 杜文龙 欢迎两位 最近网上热传的这组照片 印度的10架C17一字拍开 媒体拍这个照片说是为了庆祝C17全部到货 但是我们看来总有点秀肌肉的意思 张上 您怎么看 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了 你想最新的装备拿到手了 而且用了这么一个豪华的阵容 专门摆出来 从媒体上发出来 它是干嘛 即使你庆祝 单纯的庆祝也是总有一个目的 不是为了庆祝而庆祝 现在之所以搞个全家福 首先要显示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我摸上唐阳枪了 10架飞机我可以显示跟美国无比 关系很好了 别人还不一定拿得到呢 另外一层 我觉得它也有给他自己国人看了这个味道 这个怎么讲 莫迪上台之后 也是一直是把这个阵型整个印度的国际地位 等等这些东西摆在首位 炫耀 秀肌肉 威睡 这个意思应该都是一致的 C17的投送能力是非常强的 它能够执行战略运输任务 一天C17可能能投送一个湿的兵力 所以有分析就说 印度希望C17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来提高抗衡中国的能力 这个分析有道理吗 现在美国所谓亚洲战略调整 正在搞巧实力 就是周边国家 如果你能做点 你最好做点 如果把这种大型的能力 向中国显示 向巴基兰显示 这个是印度最容易让美国看到 你装备没有白买 而且我在这个方向对中国能够形成某种牵制 那么今后在高端武器的转弹上 你可能对印度会网看一面 你看他的所谓山地军成立之后 靠什么向前投送兵力 你之前都在阿萨姆平原上不在一线 那么这段距离很难走 只能靠空中 按照目前印度军队讲 说这支山地军的目标 不是边境一线七线点 而是拉萨 你要说到这个程度 它恐怕向中国作生地推进的 不是一公里两公里 而是要到拉萨 这个重要的战略节点 屏幕前把运输机 包括所有的装备 在这个地方进行展示 对中国边境地区 能够构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说这一组照片 其实透露出印度一些比较特别的想法 而这些想法 在印度当初买C时期的时候 就有反应了 来看一个短片 据了解 2009年11月 印度国防部决定 从国际市场采购大型战略运输机 以弥补印度空军空中投射能力的部署 而最初参与投标的运输机 并不是美国的C17 而是俄罗斯的E276 据媒体报道 印度军方此前 已经装备了26架E276运输机 此后有消息传出 印度决定再次购买6架E276 然而不久之后 印度方面又发出声音 表示买便宜货 不是印度最好的选择 而是转向美国政府 采购约值58亿美元的C17 大屏幕上 左边这架飞机就是C17 右边的就是E276 从图片的对比来看的话 两者个头差不多 外貌也长得非常相似 虽然从外表看不出太大的差别 但是C17的性能 要比E276先进很多 这里有这么一组数据 C17的最大有效载贺78吨 而E276只有48吨 C17的航程同样也超过了E276 不仅如此 从航空电子设备到机组生存保障的所有系统 美国的C17都要超越E276整整一代 那么相比于C17 E276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优势 据了解购买一架C17所需要的花费能够购买三架E276 除了E276与C17在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之外 有媒体分析 印度之所以放弃俄罗斯E276 是希望把自己办成帮助美国实现其亚洲战略的马前卒 进而能获得冷战伙伴的待遇 E276的性能真的是要比C17差很多吗 目前看它引进C17去对抗E276 主要是想形成竞争关系 从做生意的角度上来说 那么如果说单满一尖的话 对方成了一个外方市场 那么你肯定要输 反过头来我的来源的多元化 我形成一个买方市场 这个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 就是它有这个所谓杠杆的效应 我在撬动里头 做给你看的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方向 可能更希望能够获得美国的好感 有这方面的意思 目前印度应该是一个左右风源 跟俄罗斯关系很好 但是跟俄罗斯关系好 有可能会得罪美国 如果同步已进美国的高端武器装备 再贵我也买 这样对美国的好感可能也能够收买底分 其实印度跟美国的关系 我觉得走得再近 也不可能真正达到印度和俄罗斯的那种程度 毕竟在印度洋最重要的战略区域内 印度的战略目标跟美国的战略目标被冲的 你印度要把印度洋变成印度之洋 那美国人会答应吗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 这些小动作上 大家可以秀恩爱秀得很好 配合也配合得很好 真正等到了核心的成立 那么我觉得双方很难说 我把印度洋咱们双方做一个分割 这种可能在美国人那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其实透过印度买C-17的这个过程 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印度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的战略意图 但是面对已经到货的C-17 印度空军早已经给它准备好了搭档 来看一个短片 C-17作为一款大型运输机 在战场上可以执行战略运输任务 而作为它的补充 C-130作为一款中型运输机 则可以很好地执行战术运输任务 印度空军希望将两架运输机高低搭配 打造一支现代化战略空军 C-130与C-17高低搭配 印度打造战略空军究竟见之何方 他感觉在边境地区 中国方向战场建设做得不错 他自己凭什么去追赶 六十千交货的要求再次刷新军手记录 如何急切采购阵风 到底反映了印度空军怎样的现状 和这个邻居的这个大国 能有一个有效的抗衡 甚至呢能有一个装备技术质量上的一个高运 东南军情正在播出 2008年2月 印度决定采购六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C-130大力神军用运输机 C-130是美国最成功 最长寿和生产最多的现役运输机 在美国战术空运力量中占有核心地位 同时也是美国战略空运中重要的辅助力量 随后在2014年7月 印度表示将追加六架C-130的订单 据了解 C-130虽然也是美军的一款主力运输机 但与C-17相比 两者却有着巨大的差别 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 这两款运输机在体型方面的差别 左边的是C-17机舱内部非常宽敞 右边是C-130相对显得就非常狭窄 再来看一张对比图 这张图片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运输机在运装甲车 没什么太大差别 其实差别很大 左边的C-17它运送的是M1主战坦克 右边的C-130运送的是一辆斯特瑞克 就是Striker装甲车 M1主战坦克55吨重 而斯特瑞克装甲车只有20吨重 差别由此可见一般 据了解 C-17运输机凭借强大的运载能力和超远的航程 其作战范围可以覆盖巴基斯坦 中国 俄罗斯等周边国家 在利用C-17进行战略投送 占领敌后据点后 C-130可以进行战术支援 据了解 印度空军希望将C-130与C-17进行高低搭配 从而将印度空军打造成为一支战略空军 值得注意的是 这支战略空军的造价非常很贵 印度军方采购C-17的单价 为5.8亿美元一架 超过美国卖给其他盟友的一倍 并且这样的价格 还是在美国声称 没印关系一片光明的前提下的优惠价格 现在看到就是 印度空军准备把C-17和C-130搭配使用 这一个是战略运输机 一个是战术的这个中型的战术运输机 那这两款飞机如果搭配使用的话 对印度空军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战略运输机 我把我的这个投放的兵力 投放到一个比较大的靠前的 这么样一个枢纽 然后再往下 是用战术运输机 往下做下一层的分配 因为战略运输机和战术运输机 对机场的要求 完全不一样 中印边境和印巴边境 它的前线机场的条件 确实太美了 可能即使像C-17吹的这样 那么能不能直达 另外你把这么一点宝贝的东西 放到这么前 你放心不放心 他感觉在边境地区 中国方向战场建设做得不错 他自己凭什么去追赶 或者拿什么去超越 那么只有把这种大型的战略运输装备 放到边境纵身的一侧 如果有时机有条件 可以大量的把重型装备和人员 向这个里去投送 就短时间形成优势 这个是C-17能够给印度空军 以及边境态势改善 做出的重大贡献 所以从前上来看 印度恐怕不太在乎 而且美国这个 可能也是好准卖了 所以这刀斩下去 载客载得是相当的狠 但是有钱难买愿意 由于你的空运能力 特别是战略 投送能力比较弱 如果凭借高大上的美国装备 完全能够改善你的 这种战略空军能力的格局 对印度空军来讲 是由大向强的标志 你包括C-130进入印度空军的时候 美国人首先发出广告 说欢迎世界第四的印度空军 加入C-130俱乐部 你如果有了这种 附加虎威的这种说法 印度肯定很高兴 美国人说的我世界第四了 我十倍的价钱我都给 当然了 美国人也有他的想法 你用我的东西用的越多 我不光是赚了钱 实际上对你的控制力 也越强 应该说 大家都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 算到最后 谁能赢 那就是另外一把 所以说 不管是C-17也好 还是C-130也好 它加入印度空军 对于印度空军的战略输送能力 是有本质性的帮助 和本质性改变的 除了这两款运输机之外 另外还有一款明星的战机 也有可能会助力 印度空军 试试了 短篇了解一下 据媒体报道 2015年4月10日 正在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 突然在巴黎宣布 印度将向法国购买36架阵风战踪击 并表示相关的合同和交付条款正在商谈之中 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也在进行深入研究 据了解 印法之间关于阵风的谈判已经持续多年 而此次莫迪突然宣布采购阵风 似乎表明该项军售终于尘埃落定 据了解 这一销售合同的总金额将达到40亿欧元 而该项合同备受瞩目的 除了高昂的金额之外 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供货日期 据媒体报道 考虑到多功能作战飞机 对印度空军至关重要的作战需要 印度要求 法国尽快提供36架随时可出场的阵风战斗机 莫迪更是明确表示 希望在60天内能够拿到这批战机 有分析认为 印度之所以会如此急切地要求法国供货 是因为其现有的米格21 米格27等战机已经严重老化 急需新型战机的补充 与此同时 有关中国与俄罗斯进行苏35谈判的消息不断传来 这对于一直在装备水平方面 向中国看齐的印度来说 有必要迅速进行一次装备升级 据了解 印法之间商定 除了直接销售这36架法国生产的阵风战斗机之外 两国还承诺 将继续就在印度组装生产此类飞机 展开下一步谈判 并有望向印度进行技术转让 我们看到的是之前莫迪突然宣布要从法国买36架阵风 而且要求是随时可用 60天交货 买汽车好像也没这么快的吧 之前听着要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莫迪要一个给钱就来的飞机 从现在看这不可能 对吧 你拎着小包走 这个好办 但是要在高端复杂 还有这个昂贵的战机 60天周期 根本就不可能 除了把法国的飞机灰涂 涂成印度工具的灰 这可以到 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是一直在进行苏35的谈判 那么有分析称 就是阵风在雷达或者是飞行性能上面 要比苏35要先进一些 印度在购买装备的时候 总喜欢和中国看齐 所以就有分析称 这次印度这么急切地要购买阵风 是为了防止 一旦中国引进苏35之后 它在空中力量上 会失衡 您怎么看这样的分析 从印度人本身来说 它肯定有这个想法 它肯定希望能和邻居的大国 能有一个有效的抗衡 甚至能有一个装备技术质量上的一个超越 它一直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实际上 明耀人都知道 单靠这个东西 实现这个目的 恐怕还是有点牵强 另外一个 我觉得买的敲打螺丝的分量挺重 但是俄罗斯人跟印度人做马来这个味道很重 印度人被坑的次数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个就是本来说只跟你是生意人生意关系 对 不牵涉其他 对 而且往往是在外交上咱们是好朋友 但是做起马来坑的就是好朋友 所以印度我估计对这个东西也很恼火 那么通过这种买法国的阵风 我实际上法国头也是敲打你 俄罗斯 你跟我合作的四代机赶紧加紧吧 如果你不加紧 那么你可能将来就没省力了 另外 你现在卖给我的东西 你把后勤服务等等这些技术宝藏给我做好了 我不是买不到 你看到没有 法国证我随时就可以拿了 有的是人想卖给我的 对 因为你单说它遏制中国的话 36架数量好像也太少了一点 印度这次如此急切的想要购买阵风 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这件让人想不通的事情还没有就此完结 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就在莫迪刚刚宣布决定采购36架阵风战斗机 法国也已经着手赶攻之时 2015年4月14日 印度国防部长突然宣布 印度实际上已经取消了购买126架先进战斗机的招标计划 这意味着莫迪宣布的购买36架阵风的计划不再有效 阵风协议再遭突变 印度的态度为何说变就变 对手已经具备了研发四代机的能力 而现在还要去买三代机三代万的时候 你说他心里能够纠结 补锡血本采购装备 精良的武器到底是大国梦的缔造者还是麻烦制造者 你飞得再差我也不掌 你飞得再不好我也感觉好 东南军情正在播出 就在莫迪宣布决定购买36架阵风短短4000之后 4月14日印度国防部突然宣布 已经取消了印法之间关于阵风的招标合同 这意味着印度已经不再考虑购买36架阵风的计划 而印度如此反复的态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说到印度和法国之间的阵风采购风波 过程可以说是非常曲折 冲突非常具有戏剧性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我给大家来理一理 2012年法国阵风参与了印度战斗机招标 为了能够拿到这笔大单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2013年的时候专门到访印度 希望能够敲定印法关于阵风的合同 当时应该说是聊得很愉快 印度对于阵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就在奥朗德刚刚离开印度 两天之后 英国首相卡梅伦 就是这位 也奔赴印度 同样和时任印度总理辛格进行了会谈 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 就是希望印度能够采购英国的台风战机 双方聊得也很愉快 因为面对英国的提议 印度方面表现出了欣然接受的态度 这就为印度是否会购买阵风 画上了一个问号 但是就当人们在对印度是否会购买阵风 感到疑惑的时候 印度突然表示 他们将要购买126架阵风战斗机 这是一个天价的超级军火大弹 事情到这儿就尘埃落定了吗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今年三月 这件事情出现了一个新的搅局 不叫参与者 俄罗斯突然宣布 要为印度打造超级苏35战机 苏35S 这次双方聊得又很愉快 因为印度方面对于俄罗斯的提议 也是心动不已 甚至一度又有消息传出 印度将要放弃采购法国的阵风 这一次很快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辟谣者 谁呢 印度总理莫迪 莫迪突然访问法国 宣布采购36架阵风 这次总该宝藏丁丁了吧 国家领导人都谈话 实际不染 四天之后 印度宣布取消阵风采购合同 这一场印法之间的阵风采购风波 已经不能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了 现在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或者以什么方式来结束 阵风还是在天上再刮一会 什么时候落地 不知道 对于此次印度政府 突然宣布取消阵风招标合同 有分析认为 这表示印度政府将重新评估 它在新形势下的需求 可能会把目光投向其他外国买家 而印度目前的举动 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 目前瑞典萨伯公司生产的英式战斗机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16战斗机 以及俄罗斯的超级苏35 都已经蓄势待发 准备夺取印度该笔军购大单 现在看印度在买阵风的时候 是有些纠结的 莫迪宣布我们要买36架 四天之后 印度政府就表示 这个单已经取消了 这个竞标合同取消了 购买这样的武器装备 尤其是这么大笔的武器装备交易 应该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印度说变就变跟孩子聊 你想买的这个东西 如果和它所谓的对手 邻国相比的话 应该是一个快速过时的东西 你现在买过来之后 可能有它的先进性 但是中国的四代机 一旦服役了之后 你这个就会迅速过时 而且在另外一个方向 巴基斯坦和中国是一个铁杆都没有关系 那么中国一旦四代机出来了 这个技术 巴基斯坦能不能买到 所以即使对巴基斯坦 它也可能存在这种过时的问题 那你说你花这么个大钱 买一个现实看着很先进 但是马上就会过时的东西 你说它心里偷了 好像还真是得纠结一下 对 就是印度之前在买装备的时候 其实有套句话讲 只要最贵的不要最好的 就有点有钱任性的这个意思 但是你面对这个震锋的这次的 它这个反复 还不止一次的反复 能够说明它现在是越来越务实吗 之前放出的消息 第一震锋要126架 然后还要合作生产苏35F 再引进这个特务灵 到底这个空中平台体系什么 标准是什么 现在就是整个印度空军 就是个班加罗尔航展会的现场 你看到哪个角落都有 然后哪个角落都是印度空军的颜色 你这样指的空军就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万国集合的大墩布 什么颜色都有 它形成能力是一个非常难的事 所以印度空军对于目前 高层所决定的军火生意 它要自己进行再次的检讨 如果这个装备已经对印度空军 没有太大的好处 或者是对印度空军的发展 没有明显的牵引作用 你可不要 阵风的采购风波 确实反映了印度在购买装备时 态度上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但不管是大手笔的采购 还是谨慎的选择 都取决于印度的大国梦 近些年来 印度平线大手笔军购订单 据了解 印度已从俄罗斯购买了包括 苏30MKI 米格29K在内的价值上百亿美元的战斗机 除此之外 印度还曾出资13亿美元 从俄罗斯购买大批米8MT 和米17直升机用于其边境防卫 而除了购买大量俄罗斯战机 印度还从俄罗斯购买了 维克拉玛迪亚号航空母舰 以及多艘击落机潜艇 而除了向俄罗斯采购多款装备之外 印度在近些年 也不断寻求更多的武器购买渠道 近五年来 印度从美国购买了 十架C-17运输机 以及六架C-130运输机 八架海上多任务反潜巡逻机 这些装备价值上百亿美元 与此同时 印度还向以色列采购八千余枚 长丁反坦克导弹 以及超过三百个发射装置 合同总金额约为5.25亿美元 创下了该类装备军售的新纪录 据专家分析 印度不惜血本进行军购采购 进口强国行列的背后 主要源于其大国梦在琐碎 印度希望通过加强装备 能够威慑和压制周边国家 然而让印度失望的是 这些天价采购而来的装备 在印度军队中的表现 并不如他们的价格那般好看 2014年10月14日 印度空军一架C-30MKI战机 在普纳的空军基地附近坠毁 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并生还 这已经是印度空军 损失的地骨架C-30MKI战机 2013年8月 印度的一艘击落机潜艇 也发生爆炸 同样的残剧 在2012年2月也发生过一次 印度天价采购而来的这些装备 似乎成为了印度军队的 麻烦制造者 我们刚才聊到 印度这些年 在装备采购上是频频出大手笔 而且它的交易对象 从美国 俄罗斯 法国 以色列 很多 而且都是相对比较高大上的装备 它需要这么多 这么高端的武器装备 这些年来 印度边境上磨磨叉叉 打仗 小仗的时候 也不少了 再往前的话 几次的印巴战争 它应该说还是占了便宜 而且是不小的便宜 那么应急购买的这些 所谓高大上的装备 实际上出了力的 对 所以印度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 也尝过前头 所以它还是积极主张买 因为本国生产的 本国自研的东西 在现阶段和它能买到的东西 差的不是一讲半讲 所以它的军队真正使用的时候 总是感觉到国产的不进口 而且实在是 差势有点大 对 扶不起来的 那莫迪向上台之后 它对整个民族工业要求很严 如果不能够在印度设厂 不能够进行所谓技术转移 出厂的时候 贴不上印度制造的标签 或者印度组装的标签 不行 最后一定要实现这个转型 所以从现在看 它购买大宗物体装备 或谈很多项目 都在向这个方向转移 以前是拿着麻袋 拿着钱 然后把飞机就拉回来 现在它感觉这个模式不够好 因为你学不到技术 而且吃不亏 而且也买不来战斗力 更买不来基础 买不来发展 自己的飞机 你飞得再差我也鼓掌 你飞得再不好我也感觉好 这是一个民族情节 但是这个情节 如果到了作战中 那肯定是失败 没有第二个标准 也没有第二个答案 单纯靠这样的花大价钱 砸重金去买装备 某种程度是把自己有限的资源 送给了国外的军火商 这种方式到底是有助于提高 自主生产 自主研发 自主创新的能力 还是会影响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 这个恐怕是还要打个问号 印度军方频频签订天价订单 包装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 精良的装备 似乎并没有为印度军队带来超强的战斗力 这些天价的各式装备 到底是印度大国梦的缔造者 还是麻烦制造者 只有印度自己才能体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